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杀的这头 你在杀的那头 虽然相隔很近 却难以完美融合 那如何打破这层杀呢 我们需要在现场找到几位自己的tour 方法有三种 第一呢 是提前沟通 你可以在演讲前跟同事或者现场观众做个沟通 比如谦虚请教他们问题 让他们给自己提提建议 这样的话可以把他们很好的跟自己绑在一起 哎 你讲得好 他们有面子 看 是我给的建议 那如果讲得不好呢 他们也会觉得不好意思 所以啊 他们会希望你讲得好 如果在一个陌生的场合做演讲 你需要提前到场 观察哪些人提前到场了 哪些人主动跟你打招呼 哎 这样的人啊 是你的宝贝 热情地回应一下他们 他们完全可以成为你演讲现场的tour 第二点 给观众参与感 参与感三个字对于演讲至关重要 如果观众有了参与感 就会成为你演讲的好帮手 给他们参与感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互动 刚开始可以问一问容易回答的封闭式问题 比如啊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企业文化 以前有了解过咱们公司的企业文化吗 有人回应之后 就进一步问开放式问题 好 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企业文化吧 举手的人会因此获得参与感 当然 回答问题的人参与感会更多 接下来 你再通过不断的互动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其他的托也会一个一个涌现出来 最后都成为你的托 第三点呢 重用观众当中的刺头 那我说的刺头是宝艺 指那些特别活跃 爱接下茬的观众 这些观众绝对是你的宝贝 发现后就要重用起来 刺头会给你的演讲加分不少 可以帮你调动现场的气氛 关键时刻还能为你解围 如果你和观众有很多的互动 就会让你们之间的身份差异尽量的缩小 把那层沙给打破 但刺头代表的是 观众跟其他观众是一伙的 中间没有任何隔阂 再分享几个小技巧 发现刺头之后 你可以直接调侃他 你就是我的拖 演讲之后发工资 你会让整个演讲的气氛变得非常好 然后再继续有针对性的培养其他拖 第二个技巧呢 是让观众记住你观点的方法 每一位演讲者都希望观众记住自己讲的话 希望用演讲的方式来影响观众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让观众记住完整演讲的内容几乎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呢 很多场合 只要让观众记住并践行自己的一句话 就算达到目的了 让观众记住你观点最好的办法 就是重复你的观点 重复重复再重复 至少讲三遍 开头一遍 中间一遍 结尾一遍 就像当年那句轰炸我们耳朵的神奇广告 今年过节不收礼啊 不收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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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收礼 收礼只收脑抽金 脑抽金 这个广告翻天覆地的 不断的去重复 最后我们都被它洗脑了 还记得金句吗 金包裹中的金 不是讲一遍 金句就结束了 要反复讲 至少讲三遍 这样效果才好 第三个技巧 如何用好视觉辅助 那说起视觉辅助啊 你脑子里可能会浮现 PPT Keynote这样的幻灯片 幻灯片确实是典型的视觉辅助工具 龙兄给你分享的小技巧 更加实用 更有温度 这个小技巧叫做亲自写写画画 举个例子啊 我有一次跟同事们开会 其中一位同事啊 在前一天晚上就在会议室的白板上 用好看的一出字写下了他想分享的主题 之后的每一页都写下了关键字 比起冷冰冰的幻灯片 这种亲手画的感觉 会给大家带来更加温暖的那种感觉 还有一次啊 两个同事参加同一个活动 老板请他们分享参加活动的感受 同事A口若玄和讲了半天 结果我们越听越迷糊 而同事B呢 他把参加活动的重点流程画在了白板纸上 一边画一边讲 配合这样的视觉辅助 我们也终于明白了这次活动的流程和重点 同事A和B 你说老板会更喜欢哪位呢 第四点 演讲过程当中如果遇到意识解答不上来的问题 该如何优雅礼貌的处理呢 我跟你分享三个处理方法 第一个是反问 有些观众提问的目的是为了凸显自己很厉害 所以把问题抛回给他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如果他回答得很好 你就趁势赞美一下他就可以了 第二个技巧呢 是转移 你要相信台下观众卧虎藏龙 碰到特别难回答的问题 你可以回应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 我想先听听大家的想法 很可能这个问题就被其他厉害的观众给解决了 第三个 是稍后处理 记住 你不是神 也不是百科全书 你有搭不上来的问题很正常 主动承认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 我现在不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 等我确认后再来告诉你 可以吗 以后再面对一时解答不上来的问题时 你知道该如何处理了吗 反问 转移 还有稍后处理 第五个技巧 如果你已经霸赚过舞台了 八成会有这样的感觉 不知道自己演讲了多久 按要求是讲15分钟 结果不知不觉的讲了半个多小时 你知道吗 观众的时间正在变得越来越宝贵 一个演讲者的超市 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会越来越大 作为演讲高手 需要对时间有着精确的感知 诶 如何让自己的分享准时结束呢 还是三个方法 在平时霸赚舞台的过程当中 请一位观众为你计时 你可以给他准备倒计时的卡片 比如还剩五分钟 还剩三分钟 还剩一分钟 时间提醒可以根据演讲时长来做调整 坚持被提醒 渐渐的你会对演讲时间越发的敏感 这是第一个技巧 第二个技巧呢 模块化准备你的演讲 在整个演讲当中啊 你一共准备五个点 那演讲中可以只讲三点 也可以讲四点 或者第五点少讲几句 只要不影响最终结果就好 在你演讲的时候 视力范围内放一块表 根据现场情况调整自己要讲的内容 来保证最后准时结束 第三点呢 在正式演讲前试讲 试讲实际时 这样你就能清楚的了解演讲大致需要多少次的试讲了 第六点 让观众沉浸在你演讲当中啊 需要有仪式感 那怎么做呢 哎 接下来我给你五个建议 来 具有仪式感 第一个呢 开场前放音乐 不管是我的演讲还是培训啊 我上场前都会放上热情激扬的音乐 第二点呢 配个主持人 在主持人的介绍当中 登场会让观众的期待更高 第三个 设计专属的开场白 比如啊 罗胖的开场白是欢迎来到逻辑思维捧场 我面对我坚持星球会员做演讲的时候会讲 坚持星球 彼此加油 大家好 我是酋长龙兄 我的这个系列课程的开场白 大家有印象吗 听讲不如演讲 演讲助理之场 你好 我是你的私人演讲教练龙兄 还记得逢拱那句春晚开场白吗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想死你们了 你也可以给自己设计一个专属开场白 第四点呢 是设计演讲时候的战袍 乔布斯在开发布会的时候 会穿黑色高领毛衣和蓝色牛仔裤 而赵本山在春晚上穿那件黑色西装夹铺帽子 也穿了好多年 谁住演讲的时候也会穿红色的衣服 而罗远昊呢 在开发布会的时候 也是一身固定的形状 你也可以给自己设计一个 自己的专属形状 最后一点 在演讲结尾的时候 也可以设计一个仪式 比如我现在在做一些全球巡回演讲 那结尾的时候呢 会给观众现场唱一首歌 在意识感当中结束 第七点啊 是告别口头禅 很多人讲话的时候会带有口头禅 那龙兄简单统计了一下 出现最多的三大口头禅是 然后就是说还有饿 其他呢 还有那个饿等等 来听一段我的好朋友 在行排名第一的行家 Angie在一次分享当中的语音 来讲一讲就是 其实我在饿舵里面 也有分享过 我开始四季课程的这样的一个 一开始四季课程这样的一个 很好玩的这样一个点 就是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开始开通课程的切入点 就是因为我做了大量的线上 免费分享之后 就有很多人来私信找我 问我能不能有一家 有一些更好的系统方式 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收益 就是时间管理上的收益 然后就在我工作号关注 只有三千多粉的时候 跟我老公商量 说我是不是可以 设计出一个课程来 但我前面有提到过 我是一个形容力很强的人 但真实情况就是也会怕 因为那个时候课程真的 就今年五月份 还没有什么人在做课程 也就是我要做这件事情的话 我可能会变成是一个 比较靠前的一个行动者 然后我就 但后面我又觉得 我必须要逼自己一把 不然的话可能不知道 会有什么样一个突破 所以其实当时最真实的情况 就是我只是对我的课程 设计了框架 就大体的框架 然后PPT也只是做了个大框架之后 就把整个课程的方案链接 就推出去了 推出去之后 反响特别好 30分钟就爆满了 接近200个人这样一个数值 然后当时的金额是一个人108 然后我当时就想 还蛮多人喜欢的 所以就直接限制了 这样的一个第一期的人数 然后就非常用心的 去把整个课程去试计好 最终就是现在已经进行到第八期了 然后第八期现在是有400个人报名 而且已经拦了蛮多人 然后慢慢就是口碑传播开来了 然后报的人数会蛮多 而且由于就是 我已经有时间管理这样一个课程 在这段30分钟的分享当中 安吉讲了将近100遍 就是这样会给观众留下不专业 或者准备不充分的印象 大家可能会因此听不下去 那怎么样破呢 龙兄教给你和安吉 告别口头禅的四阶段法 第一阶段 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有口头禅 就像安吉 我告诉他他有口头禅之后 他重听音频才发现 啊靠这么多就是 所以啊 自己需要在霸占舞台当中 通过录像或者被人点评的方式 来进入第二阶段 知道自己不知道 意识到自己有口头禅 然后开始刻意练习 每次霸占舞台时 语速可以放慢一点 讲到口头禅的时候 就拍一下大腿 口头禅啊会日来越少 逐渐进入第三阶段 知道自己知道 有意识的发现 自己已经不讲口头禅了 继续通过霸占舞台刻意练习 很快就会进入第四阶段 不知道自己知道 已经没有意识 自己会不会讲口头禅了 一切都变得特别的自然 好了 以上呢 就是龙兄为你分享的 七个演讲技巧 让观众成为你的托 让观众记住你的观点 视觉辅助 优雅 处理难题 准时结束演讲 以及啊 让演讲具有意识感 最后呢 是告别 口头禅 听讲不如演讲 演讲处理职场 我们下期 再见 好 待会儿 然后来 刚才 随后 因为